电话 爸 我在机场 我爸在这儿呢 传说中的伯父啊 你跟我一起过去吧 你在的话 他能早点放我走 我一会儿见了你爸 说什么呀 你就远远地坐着 就装作一副 着急赶飞机的样子 去 先生 这是我同事 段盈 叔叔好 你好 那你们先聊 我去旁边等着 嗯 您出差啊 嗯 三亚开个论坛会 你去哪儿 我去安徽 一个新能源的项目 这两年新能源 石头比较大 嗯 你选择这个方向不错 好 有没有买房子的计划 爸爸可以补贴你 不买 我租的富士够用了 单位还有租房补贴 那如果老是 你至于是 你至于这个车 最后放在补贴 也比较轻 能不能换一家 我最近已经买了一辆新的了 和以前那辆换着开 好 带我走 喂 是 我们在一块儿呢 好 好 电话 桂小 现在 着急 喂 您稍等 那个 爸 我这儿有点事 我就先走了 一会儿我直接登机了 嗯 叔叔再见 您说 您说 你见你爸怎么总想逃啊 没话说 那刚聊什么呢 严肃得跟开会一样 他想给我买车买房 我说不需要 我自己有 房子和车子可不嫌多啊 我自己能正不需要它的 一会儿才登机呢 现在关机干吗 我这儿一摞资料文件要看呢 关了机清景 再说了 有急事找你呗 我怕男朋友找啊 他这段时间都是 禁止使用移动通讯设备 想要找我 那只能用一年 干什么去了 保密的 哦 我姐就是特警 家里人从来不会问她 她从来也不说 只要跟工作有关的事 都不能说 嗯 什么任务不能说 什么时候 回来不能说 什么时候受伤了 什么时候立功了 都不能说 总之有事就一句 有任务 立刻就得走 无名英雄 既英雄家属